这里是生命期刊的周晓芹 我们继续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成员的访谈节目 今天很开心 我很感谢主 我又请到郭梵韵儿师母 我们继续谈孩子教育 今天我们的着重点是在家教育 从前面的几集我们的访谈 你可能已经听到了 郭师母的脑大是在家上的高中 脑二是在家连初中 初中的后面一部分和高中都是在家上的 我想请你谈一下 在家教育对父母有什么样的要求 因为我发现 你看很多家长在我访谈你之前 我对在家教育还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我刚才跟你谈完了 我就对在家教育的信心更大了 因为我刚才谈 我发现首先你的女儿八岁才来美国 然后上到九年级以后就在家教育 第一 第二你在美国有没有上过学 你的英文又不好 然后你们家又不是有钱人 你看都是住在公寓 而且那个公寓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便宜的公寓 是吧 听你刚才描述 所以就是说之前我们也谈了 你是怎么辅导自己的心 然后我们现在在谈具体的操作 就是说在家教育对孩子和对父母 有什么样的品格要求 比方说要自律啊 等等 师母你能不能谈一下 好的 其实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家长就会担心 在家教育父母亲的支联不够好 就觉得哎呀 我的英文不好呀 我怎么样帮助他学习呀 因为他不在学校嘛 没有老师教嘛 对 其实我的刚刚师母说了 小心师母说 我的英文真的是一点都不好 非常不好 我完全不能帮助他任何在学习上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要给我们家长呢 就是说 让大家不用担心 只要你能够 你开始的时候是照着神的教导 教导他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就能够相对容易很多 因为他们从小 我就是在圣经的真理上告诉他们 我们的目标和目的 所以我们就直向直奔这个目标嘛 那么我们我们对藤校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希望啊 或者怎么样 如果他们 他们神给他们的聪明智慧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他们要去读那个藤校 如果他考上那个学校 那他要去读 也是没有关系了 但是呢 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为藤校培养孩子 我们是为耶稣培养门徒 这个很重要 我们目标是为耶稣培养门徒的话 就是说 那他们从小就告诉他们 你们学习是为了荣耀神 学习是为了服侍神 所以你只要尽本分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只要尽本分啊 尽力了就好了 所以他们尽力了的话 就是说 所以我跟他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 在学校读书 或者在家读书 我就就教导他们 就是说 你只要尽了你的本分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分享一下 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他们 我们不在乎学区 从来不在好 就是说 除了老大 九年级在好学区 是因为那个房子 住房的员工在好学区 那么后来我们 后来两个弟弟妹妹的时候 上到二年级 弟弟是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 对小学二年级 弟弟是小学二年级 二姐 我的老二是小学四年级 我们就搬离那个好区了 也是因为住房的缘故 还是因为住房的缘故 我们又搬离那个小区 搬离那个学区 那个就是顶尖学区 从小学到高中 都顶尖十分的学校嘛 那么我们就回到了四分的学校 我们又回到了岔区 就是呢 我的老大也是在岔区上的初中 只高中一年是在好区 他就不上了 那小的呢 也都回到了岔区 回到了岔区 去上学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会觉得 哎呀 突然这个这么悬殊 你本来在好区上的 你突然又回到这么差的学习 也有一些纠结 也有一些纠结 就说 所以人的这个软弱 那么我们呢 就继续地留在 留在 虽然我搬离那个区了 但是呢 我就继续地留在这个好区 又上了 上了一年 上了另一年的话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极大极大的一个 就是我自己现在 回想起来 极大极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要早晨 很早从自己的家里 开到这个 不在自己的校区 要开到那个学区 而且不是早晨 不是没早晨 是因为 你在这个小区 你就必须在这个地方有房子 所以我 你想我们那个经济条件 我还竟然 那个时候为了 为了那个好区 让那 因为其他的家长 我也会受其他的家长影响 一开始 家长 天哪 你不要可惜了 你的这两个孩子 你的两个孩子很聪明的呀 你搬到那个差学区 你把你的孩子都浪费掉了呀 说我的孩子都 就浪费掉了 我也会受这个周遭的影响 那我就竟然 用我这种 今有的资源 省钱 省 拿五百块钱 租了一间屋子 住在这个区里面 就是说我 有三天住在这个区里面 那平常有的时候 星期三早放学 我要回家 然后找谁 哇那赶了 早晨要开车到学校 那个赶了 哎呦 让自己弄得很皮 一年之后放弃 赶快就回到 回到差区去上学 也有纠结 也有 也有 有靠着主去 胜过他 知道 上帝既然让我又 搬到了差区 上帝 让我知道 我重新回到上帝 给我的目标上来 那么就在家教育说 不用担心你的父母亲的资源不够多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我的资源就更差 比所有的人我觉得更差 那么就是养成孩子 他们知道他们尽责任 这很重要 他们自己负责任很重要 所以他就知道 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就说妈妈现在是作为妈妈 我就要照顾好你们的生活 然后帮助爸爸在教会里面的 这是我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责任 那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要学 学应该要学习的 现在的知识 当然也学习其他的技能 我的三个孩子都非常的会做吃的 非常的会做 感谢主 所以很早他们就学习做饭 对他们很早 老大很早学习做饭 老二老三也都很早就做 所以他们都就觉得 我就现在这么 感谢主的话 就是说荣耀归神 他们都比我做的 在饭子上比我做的 还要专业了 还要专业 刚才郭师母讲到一点 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郭师母说的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就是尽早的把孩子的责任 推给孩子 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很多父母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本来是孩子该付的饿 孩子该挑的担子 我们帮孩子挑着 这样的话孩子就 就有一个依赖情绪 他就赖在我们身上 然后等他长大了 他还是个巨婴 我们就想他为什么是巨婴 因为你从小就把他 当个婴儿再养 一直把他当个婴儿养大 他当然就长大了 自然就是个巨婴了 是不是 郭师母继续讲 所以他们的作业 我从来不会看 因为我也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他们要学习的什么东西 我就是告诉他们 一个总原则 上帝给我们 现在阶段要干什么 你就把他尽力干好 妈妈现在阶段 要养你们 给你们做饭吃 照顾你们的生活 要帮助教会的一些 少量的福祉 那么你们的责任是什么 你们就尽你们自己的责任 尽努力就行了 所以后来 他们也都曾经在学校待过 在学校散过学 后来我们教会 有一个姐妹的孩子 在他们学校 拿了一个总统奖 拿了一个总统奖 哇那简直是 这就是很 很难得的一个奖 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这个奖 这么难得 后来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得过 我也不知道 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得过 后来我那清理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经常 搬来搬去 清理会的时候 我三个孩子都得过总统奖 我这么知道呢 因为他们也不去领奖 我也不参加 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我从来不参加家长会 我也不去学校 因为我也很多事 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妈妈的英文不好 爸爸很忙 所以家长会 我基本上就是 不会去参加 就不会去参加他们 我说你们 那个时候在学校的 只要尽职尽哲 你们只要按照 上帝给你们的 你尽到本分了 就行了 所以后来他们都有 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他们 到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经常会有一些 讲发讲什么的 我就说 那我们也去参加一会儿 好像我们的父母亲 都不大尽哲认识的 他就讲 为什么你们要去 参加你们不是说 这都是我的责任吗 他说你不是长期教导 我们说学读书 读好我现在的书 是我现在的责任 那为什么我要去领 这个奖呢 我说你也尊敬一下老师 老师发给你 这么多奖 发给你的话 你得去领一下 他说其实第二天 第三天老师看到 我是会把这个奖给我的 我不需要去参加 那个领奖 因为领奖的话 就是课外的时间 就是放学以后 那我课外的时间 有他想要去 要运动的事情 教会的事情 他又有这种事情 他不要紧 所以我们都从来 没有去领过奖 没有去学校领过奖 他就告诉我 这不是你教导我的 说我尽了责任就好了吗 我就是尽了一个责任 那你说发这个全情 发这个全A奖 发一个什么奖 我就是尽了一下我的责任 所以他们就知道 他们的责任 所以他们很尽责任 所以我也就 从来就不参加领奖 他觉得不是一个荣誉 他说这不是一个荣誉 这就是我该尽的责任 好 所以那个 你像你的二女儿 她不是后来上八年级以后 她就在家读书了吗 对 读书了以后 就是你也在家 基本上 她也在家 是吧 就是你也觉得 你在这个期间 他有什么 就是他在家教育 他需要什么 比方说 他有什么表现的特点 因为我听你说 就是你刚才 刚才从你的谈话 我可以看见 就是你从小 就把孩子的责任 推给他自己 让他自己 对自己的事很负责任 所以他从小就知道 读书上学是自己的事 自己一定要管 OK 所以他后来 他在家教育的时候 像小女儿在家教育 因为他回来得早 因为他八年级就回家了 他需要你做什么呢 你需要在他 在家教育的事上 你要做什么贡献呢 他在家教育的话 就是说他反正 就是在家念书 他要 他早晨起来 跟妈妈一起做吃的 因为他不是像学校的学生 要按照料上学 所以他会跟我一起学习 做食物 做吃的 然后吃完饭的话 他就会有三个小时 他三个小时 他自己在那里 学习 写作业这些事情 当然他会 自己学累的活 他会出来 就会晃一晃 那我就这个三个小时 我就不用管他 完全不需要管他 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情 我或许去探访信徒去了 或许去干啥 我干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就只需要 跟他做一些吃的 有些特别需要 他有一些学校的 集体课的时候 我会去接送一下他 基本上学习的事情 我完全不需要负责 那因为他 他这个在家教育 跟现在的 可能有些在家教育 还有一点点不同 我不需要 跟他改作业 因为他有 他学校的一个老师 负责一些在家教育的学生 他负责一些在家教育的学生 有那些老师来负责 打分改作业 我不需要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 做任何的事情 我只需要照顾他的生活 就可以了 只需要告诉他 你该干 你自己该写的作业 你按时完成 你自己处理 你自己的时间 你自己安排 你自己的课程 都是他自己 完全都是他自己负责 对 所以刚才从你说的 我可以看见 就是因为你们从小 对他训练的很好 他很自律 他不会因为在家教育 我今天上午就不起床 我就在床上赖半天 因为早晨他要起来 必须按时起来 因为他 我们家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 晚上 从老大 一直到老三 我们每天晚上 都有在家庭里的祭坛 就是说 我们每天晚上 家人一起读圣经 而且是用中文读 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他们自己读圣经 是用英文 他们读自己的圣经 他们是用英文的 那么跟家庭读的时候 就一定是读的是中文圣经 那么他们读中文圣经的话 我们还会要 晚上读经的时候 肯定要回馈 他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 会问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在这个 在家读书的情况下 你需要妈妈帮你什么 需要爸爸 或者是有些什么 需要做的 基本上就是 除了一些 跟学校联系一些什么事情 学习的事情 都是他们自己负责 学习的事情 都是他们自己负责 那么早晨的时候 因为是家庭里面 有一个要读经 联修的习惯 那他们都需要 按时起床的 都要按时起来 然后能够 他不是学校里的规定 所以他会跟妈妈一起 来学习做早餐 或者他自己喜欢吃的早餐 他喜欢做他自己的早餐 都可以 他就会弄他自己的事情 那他吃完了以后 他就进去读 进到房间里读 他三个小时的书 基本上在家读书 下午是没有事的 下午是完全没有事的 就三个小时 那下午没事干啥呢 他下午没事干啥呢 那他中午的话 就会跟妈妈一起 做吃的呀干啥 然后下午 那时候弟弟会在学校里 弟弟小到两岁 那么弟弟回来的话 我们因为没有什么 任何的补习 任何的补习 人家说你没有补习班也好 你觉得你不去上补习班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去开斯科买点什么书 让他写写题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让他写题呢 他该学的东西 他已经学了 完全没买过这种书 所以他们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爱好 就是说上帝给孩子 真是完全不一样 我的老二 手眼协调能力差 所以他不会打球类 所有的球类 他不会打 他接不住 他接不住 所以我从来不要求他 也不训练他这个方面 因为他 他这个神经发育系统 他缓慢 缓慢也没有关系 他总是会发育的呀 因为他小的时候 曾经 他有这种 神经发育缓慢 他会看这个灯 这个吊灯离我很远 会变得很小 会变得更大 他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 那他是神经系统 发育缓慢 到16岁以后 他就没这个概念 所以我从来 不让他做一些 他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他会很难过 因为他看弟弟 打球打得这么好 他有时候打得很不好 他就觉得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这么笨 他怎么会打 我就跟他说 上帝给你 跟弟弟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这个 你的神经系统 上帝让你慢慢的发展 他神经系统很长 他喜欢武拳 玩棍子 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会陪他 去练这些东西 体操 翻跟头 我就会陪老二 玩这些棍棒 武术 这些东西 那就陪弟弟 陪他玩一会儿 棍棒 然后就陪弟弟 打一下球 因为弟弟就喜欢 这种协调 喜欢打排球 篮球 网球 这种羽毛球 所以他们下午的时间 都会有一些体育运动 所以他们非常 我的孩子的这个身体 都非常的 非常好 就是非常的棒 锻炼身体 他们会锻炼身体 玩不同的 不同的运动 弟弟就玩很多的球 类 姐姐 二姐就会打很多的拳 棍 这种枪 喜欢射箭 这些东西 我也会跟他 因为条件的许可 我就跟他做一些 这种弹弓 这种东西 二姐就喜欢 瞄准哪个东西 干啥 这种东西 所以下午就是干这事 对 不知道 大家听的时候 有没有听出来 郭师母 他虽然没有强调 但是呢 我听 我听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 你看见没有 郭师母他们孩子在家上学 他其实是很有structure 也就是他是很有 他是有时间表的 虽然他没有写下来一个时间表 因为你可以看见 郭牧师 郭师母 把他们家的孩子带领的 他们都是 有 时间上都很有信用 是什么很有信用 就是每天什么时候该起来就起来 父母以身坐子 虽然他没有标榜和父母以身坐子 但这其实就是 就是父母 言而有信 生活很有规律 很守时 很有责任感 而且父母把孩子的责任 推给孩子 所以孩子自然在这种环境下 你已经 父母已经在家里 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的框架 孩子自然就跟着这个框架走 这其实是给在家教育的父母 一个很好的提醒 在家教育的父母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就是你要自律 要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框框 就是早上几点钟起来 每天要做什么事 等等 其实 这是很多在家教育的父母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很多父母的生活方式 就好像是踩这个西瓜皮 划到哪顺 什么时候想起床 在什么时候起来 然后像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搞 其实在家教育是给父母 属灵品格的一个挑战 就是如果说 郭牧师 郭师母 他们自己的属灵品格 在这个方面 本身他已经操练得很好了 他就自然而然就带着孩子 带着孩子 在他已经操练好的时间的 这个自律的框架里面 操作罢了 但是很多父母 他缺乏这个 因为他自己 以前没有操练好 但是你就趁机 你操练你的自律 你实在是 没有像这个郭师母这样 你已经有现成的 那你就给自己列个时间表 我每天早上 必须几点钟起来 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然后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表 你按照这个时间表 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好的习惯 基本上是操练三到六个月 就可以了 就是你是可以操练的 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操练 第一 第二你们听郭师母讲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郭师母 他自己 他不是搞专业的运动 但是他有一个长处 是他愿意陪伴他的孩子 一起来做这些事 比方说老二 跟着老二就是耍棍棒 跟着老三就是打球 我相信他也不是专业的 搞打棍棒打球 这是陪伴 这其实就是 这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纪 第六章四到九节他讲的 四到九节讲我们做父母的 说我们无论是坐下去起来 是行走 是躺下 我们都要谈论 但是你看前面这些坐下起来 行走谈论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陪伴孩子 只有陪伴中才能建立 你跟孩子的感情 孩子才愿意跟你聊天 而我们经常 我们做父母的 还经常我们觉得自己忙 觉得孩子 哎呀 今天不陪 明天不陪 有啥关系呢 时间长了 慢慢孩子就跟你们 他的关系 他是有隔阂 隔阂很多父母来找我们 说我的孩子 我跟他说这也不听 说那也不听 你知道我们首先问是什么 你跟你孩子过去这么多年 你的关系培养的怎么样呢 一问才发现 你的关系早破解了 关系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从来就没有培养起来 因为人跟人之间 你说话 你说给一个人听 你说话的内容很重要 但是你是谁在说话 也非常重要 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如果你们听众都很讨厌 我就想听 你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 我讲的话再好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听 你今天能够听清我说的话 是因为你起码还愿意听我说话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做父母的 你要首先要注意 你一定要跟孩子培养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这样的话你才有沟通的渠道 你才能够影响他 其实在家教育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机会 让我们能够跟孩子朝夕相处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郭师母说话就是听起来很平淡 也没有什么大道理 但是你看他真的是就把这个信仰活出来 我只是帮助他分析 我只是帮助他分析你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他的坐在他身上 他怎么做的讲给你听 但是你的处境跟他不一样啊 所以我要把他做的事的原则 圣经原则提出来 然后放在 然后告诉你 然后你再用这些原则 在你那个地方 你看你怎么操作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师母说的非常的对 陪伴非常的重要 陪伴非常的重要 你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跟孩子们都非常的 孩子们都非常的亲密 非常的亲密 是因为确确实实在家教育 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了解你孩子的所有 你孩子的所有的情况 你都可以了解 所以你能够照着上帝给他的这个恩赐 给他照到他的方面去发展 了解他 他也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跟他关系特别好 因为天天都朝夕相处在一起了 这也是这样子 对啊 还有刚才我问过师父 说如果这个孩子对你有意见 他觉得你对其他的兄弟姐妹更好 说实话 如果孩子跟你提意见 说说到你的不好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气雷 为什么呢 因为就说明了他跟你之间至少还有沟通的渠道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对父母实在太失望了 太烦父母了 然后父母根本就没有沟通的渠道 这种孩子他对父母充满了苦毒 他跟满世界的人说 说他的父母多坏 他就是不告诉他的父母 你要到这种光景 其实更惨 是不是 就是当你的孩子还愿意告诉你 你哪做的不合适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个很大的恩典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我要赶紧检查我自己在祷告中 按照圣经真理检查我自己 看我哪做的不合适 我要马上认罪悔改 请求孩子饶恕 而且要特别感谢他 还愿意直接跟我讲 他在我哪不满意的地方 是不是 对 我们确实 我刚刚思维已经讲了 就是说你要在 虽然我没有那么严格的 哪个小时干哪个小时 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大框架就已经好了 他们在那个时段 他一定是要干那个事情的 他们而且也会 你慢慢地养成他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 他自己会管理他的时间 你不要小看这些孩子们 他们真的是 你只要放手 把责任交给他 而且训练他 他们会按照那个时段 把他该做的事情 他们会尽量的 他会做好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规划他们 让他们养成习惯 他们慢慢就会 我不觉得在家教育是一种负担 我觉得在家教育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轻松 因为你不需要按点去送这送那 你要有几个孩子的话 你按点送来送去的话 是非常忙的 非常忙的 对 而且你还要去跟 你孩子们还要受其他孩子的这种影响 你还要跟他去洗脑 反洗脑 也很花时间的 所以在家教育的话 你就直接把真理交道给他 他直接来遵守 就是说他知道了正确的标准 他就好判断 那也不是符合圣灵的标准 你就不用再去反洗脑 对 还有呢 在家教育就是 因为你的孩子他就不需要跟童年人相处 童年人 你都是青少年的话 其实童年人在一起都是很愚蠢 真言上圣经中经常教导 让我们选择好的朋友 说这个坏的朋友就败坏品格 像你在家教育的话 因为他周围的人其实都是父母帮忙选择的亲人和朋友 都是相对来讲 肯定要比他的同学有智慧多了 这一点的影响也会很好 我还想谈一下 师母 你看你的这个大女儿 她从九年级以后她就在家教育 她后来做的药剂师 药剂师是理科 也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 她的化学方面要学很多的 我自己就是搞药的 我知道 所以她在高中的时候 在家教育 比方说学科学 学数学和人文科学还比较容易 学那些科学的 比方说 有时候需要看一下实验的 那怎么办 我女儿她那时候在家教育 我说跟现在的在家教育 可能还有一点点区别 她还是可以一个星期去一次学校的 一个星期去一次学校的 她还是可以去实验室的 但是她可能也是会 会有一些难度了 就是说她有的时候学起来 但是她就会上网去查一些东西 她会上网去查 后来我们教会也有一个是学化学的 是在这做博色研究 我说让这个叔叔跟你讲一讲 看看 他跟他讲了 他说天哪我听不懂啊 他讲的是中国词 他不是用我们这边的词跟我讲的 他就会听不懂 他还是要按这边的词 词才讲他也能听得懂 所以他会像 虽然我儿子也是在学校 他也是 我儿子现在也是读化学的 又是读生物化学 也是读生物化学 也是读生物化学 他两个相想 他有的时候也说 他听老师讲的 他没有听懂 那就反复上网去听啊 就上网去看啊 他现在的基本上很丰富的呀 你不会的话 就上网再反复听一下 反复看一下 但老二就不同 老二就是他自己能琢磨透 但他那些东西他很不会 很不精通 他某些东西 他就是自己自己自己做嘛 对 女孩子不一样 女孩子不一样 对 老二因为他学教育 是文科 文科在家教育 所有的资源非常容易 网上书啊 这些东西都有啊 学这个自然科学的 刚才郭师母讲的非常好 就是自然科学包括实验 现在其实网上都有啊 比方说我最近 因为我一直是搞化学出生的 我也在医药公司 曾经工作过 差不多20年啊 我最近就发现 中文网上也有啊 以前是英文网上 就是说中文网上 他会经常跟你讲 比方说那个 那个化学元素 金属钠 他遇到水 他怎么反应 他是什么照片啊 其实他都 因为现在的这个 摄影技术很好 像这所有的这些实验 元素周固表里面的 只要 现实实验室存在的物质 他其实都可以把你照照片 都给你放出来 其实现在 如果你还想学自然科学 在家教育的话 如果你没有那些 实验的那些条件 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人家 照出来的那些照片 都可以密布这个缺陷的 非常好 郭师母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就是说在家教育的话 我觉得我突然想讲一点什么来着 我觉得要补充一下 突然又想不起来 OK 比方说你在家教育 你是不是有没有想怎么样 就是说他像这样的话 他就他的人际关系的圈子 对对对 我正好不要想这一点 你刚刚说到人际关系 有的人就会担心 你的孩子在家教育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发展这个人际关系呢 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家老二 我们家老二小的时候 就不大爱说话 不爱吭声 人家就几个人都跟我提醒过 你老儿是不是有致病症啊 我说没有没有 他的心里很 他的心里和他的脑 就想很多事的 我说他只是不爱说话而已 他们都在说 你还敢在家教育 他本来就不爱说话 不爱就不爱交流 你还让他在家教育 那不就是更加让他 就没有这个交流圈子吗 其实不会的 就是刚刚师母也 小薛师母也讲了 他会跟更多的人交流 他会跟更广泛的人交流 他不但跟他同龄人 他其实在教会当中 他有很多同龄的伙伴 他虽然没有去学校 他在教会 许多的活动当中 他都跟他的同伴们在一起 但他平常有很多的时候 又跟很年龄大的人 在一起交往 他因为在家教育的话 我跟谁交往 我去哪里会 他就跟着我 他都会跟我的同龄人交往 那他姐姐去哪里 他会跟他姐姐去哪里 他也跟他姐姐的同龄人交往 所以他从不同年龄的人 得到不同的知识 得到不同的帮助 和不同的经验 所以对他来说 是更加 他能够更加 于在这个人际关系上 他比别人发展的更好 所以我老二现在的人际关系 不比任何的同龄人差 而且比同龄人 我觉得还更好 就是因为 更强 对 更加 还更强 好饭 接触的人 更 刚才郭师母 讲到一点 我又要提醒大家 郭师母说 他的老二 跟着郭师母出门 然后跟着姐姐出门 也就是说 在家教育的孩子 你不能把学校搬回家 你整个模式是要改变 也就是说 你出了 每天花几个小时 也就是每天上午 花几个小时 把你学习 该学习的这些东西 学完了以后 你剩下 其实像门徒造就一样的 就是妈妈做什么事 你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做 姐姐做什么事 跟着姐姐一起做 其实这像一个门徒造就 门徒造就 从某些方面来说 有点像我们过去几千年的 那种师父带徒弟 是不是 像师父带徒弟 就是你边学 你边生活边学习 跟着师父一起 师父家里做的所有的事 你都参与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增加 学习一些读书 一些文化课 对的 所以有个师父 他去教会 他说他们小组里面 那一天大家有事 他现在 他说他要去跟另外一个 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们要一起 他们 那个天之两个人 他们要一起 要学习圣经 还要一些讨论 一些什么事 我就想 小组的另外一个成员 多大 他说是个老奶奶 我去跟一个老奶奶 他也能够跟一个老奶奶 而且 他们两个人 一起去谈论圣经 一起去学习 还有做一些什么家事 他也定 因为我是教会 我先生师父什么 所以我去哪里 他在家读书的话 我有的时候 他不读书的时候 我去探访信徒 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去 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去 如果姐姐要去干什么事 他也会跟着姐姐一起去 所以他就会跟不同的人交往 对啊 不同的人也学习 怎么样的 也可以 刚刚师母说的 也可以学习 怎么样的做门徒 所以他现在也学习怎么样的 去帮助那些同性恋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家长作为榜样 你从小跟机上 对他的影响 很重要 很重要 像我教导他 从小教导他 按照圣经真理 我们关于这种同性恋 是不对的 我们要 但我就会带他去游行 像我们教会 在一个大马路边上 所以我们礼拜天的下午 就是他们那些游行乐 他们那些干嘛 我们就很大的牌子 我就会很大 我的老二 因为他那家读书 他的时间比别人多 别人要上这班 那班什么东西 很多事 学习很多事 他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就会带着他 在教会那个围栏那边上 他就会举这个大牌子 我老二也就举这个大牌子 就是这种 同性恋不符合神的话 反正就是我们写的这种圣经 还举这个大牌牌 那个挥舞的大牌 他从小就跟我一起 一起干 老二老三 也都跟我一起干这事 老大 这些学校学的这些文化课 对对对 我非常非常赞同 小型师母讲的 在家教育 不是把学校搬回家 那个干学的那个知识 他在这个年龄段 他将来要为神所用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培训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他们自己要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 他们必须是他们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助 这个是需要 当然需要我们用真理去教导他 这个也需要我们父母亲付上道德的代价 圣灵在他们心里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可能也就是学一些圣经知识 因为他在一个父母 是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他可能知道很多的圣经的道理 但不成为他们生命的供应 但是他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的话 他如圣经才成为他生命 我老大 我分享一下我老大的一个见证 有的时候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说 我就说 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他们这个习惯 要每天读圣经 因为家庭有一个每天晚上读圣经 他们自己也必须要养成习惯 每天读他们的英文圣经 我跟老大说 老大说你不能这样教导信徒 我怎么不能这样教导 你说是在养成一个习惯 你要让他们是一个生命的需要 老大跟我说 你要让他们是说 这是你属灵生命的需要 你需要吃 你不能让他们光养成一个习惯 那光养成一个习惯还是不够 你能不能教导妈妈了 我说你不能教导妈妈 感谢主 老大还跟我说 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生命的需要 对对对 我要重新感谢主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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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郭师母 你还有什么补充 时间也差不多了 可能 好 那我们下一次再聊 下一次再聊 对 这里是生命期刊的周晓晴 我访谈 这个郭 樊韵娥师母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